经常有人来问我 这个NMN要选用哪一个牌子 或者哪一个牌子好不好 那么我一般都是这样回答的 我也用过这个牌子 我也用过 总的原则就是选那些大牌子 正规的大厂家 因为如果他们有检测报告的 第三方检测报告的那就最好 现在到底哪家有没有什么效果 效果其实要人吃了之后 去检测人的生物年龄才能确定的 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实验和检测 谁知道哪家 那只能尽量选看上去可靠一点的吧 也经常有小伙伴问我 Synext 澳洲的这个SYNEXT 这个产品怎么样 我是这样回答的 吃过 吃了耳朵会发红 会发热 耳朵发红发热 尤其是在空腹的时候吃 特别明显 之前几次 刚开始吃的话 每次都是耳朵会发红发热 现在这个效果检测 就要用Hawas Clock进行检测 你体内的这个假计划的 现在中国国内没有这样的测试 美国有的 所以你要测的话 你服用了半年之后 你可以去测一下 你看一下你这个生物学年龄 到底有没有暂停或者倒退 只有这样 你说凭感觉这个 感觉这个东西 这个都是不靠谱的 我说我感觉年轻的 你信吗 我说我感觉我皮肤变光滑了 你信吗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不靠谱的 所以我也不太多讲自己的感觉 多久啊 也有两个月吧 两三个月吧 从这个抗帅老视频开始做 大概也就两三个月吧 买了一瓶还没吃光呢 那总不能扔了吧 还是吃啊 但不是每天吃啊 有时候换着 经常换换 这个吃吃那个吃吃呗 你可以买Cnext 我第一 我没有办法确定效果 我说过了 我没有去做化验 没有去检查 那这种人为的感觉的效果 第一个是不做素 第二个也不准确 我不能根据自己的感觉 向你推荐 我要有确实的根据 我才能推荐 对不对 第二个 你可以不花钱 其实是上册 如果你有闲钱 想去买的话呢 尽量去买一些大牌子 大厂家 比较正规的企业生产的了 毕竟这个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去的 万一这个什么山寨厂生产的东西里面有什么危害健康的什么成分啊 不干净那就得不偿失了 对不对 各种产品你自己也可以买一买试一试 这个吃一点 那个吃一点 现在没有检测 大家都是凭感觉 都是在那里瞎试 知道吧 到底哪一个有效果 哪个没效果 都是自己感觉瞎说说的 这个不做素的 如果你问我 有某某人在批评某某产品 说某某产品不好 那么我会这样回答你 孙博是吗 他可能代表的是澳洲这家公司的利益 他当然说自己的好了 就是我们你这个各方面的观点都要看看都要听听 兼听则明嘛 各方面观点都去看看都去听听自己也可以试一下 少买一点买个一瓶都买一瓶试一试 不要盲目的相信某一个人 包括我 我说的话你也不要盲目的相信 都自己多看看多听听 然后再自己分析一下 如果你从来都没有买过的话都可以试一下 这个也试一下 那个也试一下 你可以一瓶吃完了再换一个牌子 一瓶吃完了再换一个牌子 每家都说自己的东西好 他是要你花钱去买啊 但是这个好不好 你说叫我们要有客观标准的 你孙博士说他好 那你说你这东西做过实验没有 给老鼠吃了之后 老鼠能够逆转年龄吗 给人吃了之后 人的这个生物中的年龄 能够暂停 能够暂停多少时间 这个都是要 要有那个具体的东西的 对不对 现在一方面先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第一个 把不花钱的这个方法给做好了 不花钱的方法做好了之后 有闲钱 你可以买一些比较可靠的产品 这个试一下 那个试一下 也只能作为尝试一下 这个目前他们所宣称的 也只是延缓衰老 并不能暂停衰老 这个要暂停衰老 我买的不一定就一定可靠 我也可能上当受骗 我可以告诉你 我吃的是什么 但是我不能说 我吃的就一定是最好的 还有那个 好 大家看一下 因为经常有人问我 我买了哪些 那么我就把我买的这些拍照片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里面有三个瓶子 左边第一个是基因港的NMN 当中一个是Life Extension的江黄树 右边的这个白色瓶子是澳洲Synnext 它是有很多的AMPK的激活剂 包含这里面 它是混合型的 有白粒芦醇 有那个什么腐霉 还有什么 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混在一起 这种也可以 那还有呢 就是腐霉Q10 那个瓶子找不到了 瓶子找不到了 但是我也买过的 腐霉Q10 也跟大家说一下 那还有一个就是Alive by Nature的一个舌下含片 小的小小的药片 那个瓶子没了 Alive by Nature的一个放在舌头下面的 那这些是我买的买过的 那么也是还是那句话 我买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也不一定就是肯定有效 那我也可能上当受骗 对吧 我只是你如果想知道 我买了哪些 我吃了哪些 那么我就告诉你 我买的这些 我吃了这些 如果你要问我的年龄 以及我吃了多长时间的保健品 我会这样回答你 43了吧 过年43、42 去了两三个月呗 才几个月 你也几七年的 我也几七年的 哎呀 咱们 咱们是童年 童年 你 你是在上海的吗 你怎么 如果你要问我 现在哪个产品比较有效 我会这样回答你 我都拍作品给你看了 就这几个 我不能说现在哪个产品有效没效啊 我也没有测过 我怎么知道 每个人都说自己有效的 你就选择差不多的 就买一个试试看吧 你不用太纠结的 你如果比较不想浪费钱 那你就干脆不要花钱 不花钱也可以的呀 断食啊 HIT啊 体育锻炼啊 这个就都不用花钱的 对吧 这个哪个能够暂停衰老 没有一个能够暂停衰老 现在科技 这些东西只是有可能可以稍微延缓一下衰老 现在还没有突破 你还要再等几年 才有真正的突破性的 可以暂停衰老 或者逆转衰老 现在还没有啊 HIT高强度间歇性锻炼 我有专门拍了两个视频 专门讲这个事情的 你可以找一下 找看一看